我身上这一套大概是三亿多 这一个十二克拉的戒指就已经是一 最近几年圈里的新二代源源不断地出现 那些没露脸依然拥有不少流量的 霍建华的女儿小海豚肯定是榜上有名 娱乐圈里的明星离婚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 分分合合似乎成了一种常态 所以那些长久且恩爱的夫妻显得迷足珍贵 很多圈里人当初结婚的时候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热搜通稿全部安排上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不知是感情变淡还是别的原因 感情不合绯闻等等消息就会传出来 最坏的结果就是离婚 众所周知 林心如和霍建华夫妻两个从最开始就不被看好 以至于后来经常被传婚变 自从他们两个结婚后 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备受关注 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生死 他们每完成一步都会成为娱乐圈里的热点 霍建华和林心如修成正果之前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女人 那就是他首次公开女朋友身份的陈乔恩 刚开始他与陈乔恩公开后 几乎每出演一部电视剧 都会与剧中的女主角传出一段绯闻 在海豚湾猎人的拍摄期间 因为和张少涵的对手戏太多 经常被媒体拿来大作文章 被调侃他们什么时候会真的在一起 除此之外 还陷入了李晨张新宇的分手风波 被传和关志林谈姐弟恋等等 那段时间 娱乐圈里流传着不少霍建华的风流史 他在大众的眼中 也留下了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 不过自从和林心如结婚之后 他收敛了很多 自从小海豚出生以后 霍建华林心如夫妻就很乐于 给媒体和网友分享女儿的趣事 有一次小海豚又听见妈妈 在和别人讨论自己 便气呼呼地去跟霍建华告状 说妈妈又在别人面前 说自己坏话了 霍建华也是十分哭笑不得 耐心地跟女儿解释道 妈妈是在夸你机灵可爱呀 我说有没有人欺负你 他说有 我说谁欺负你 他就讲了一个名字 他说他推我 我说那你有跟老师说吗 他说有 我说可是他为什么推你呢 他说因为我撞到他 有了女儿之后 媒体纷纷调侃 他赢了家庭 输了事业 但身为当时的霍建华 却丝毫不生气 为了女儿 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今他已经吸引很多年了 出演的上一部电影 还是2019年的 大约在冬季 而他迟迟不出来工作的原因 也是为了陪伴和照顾小海豚 不错过女儿的成长瞬间 谈到小海豚 可以看出霍建华在生活中 也是一枚妥妥的女儿弩 就连出个门 小海豚都要接受 来自老父亲的狂妻 林心如跟记者透露道 有时候小海豚自己在那玩 霍建华感觉被冷落了 于是跟女儿撒娇 拜托你看我一下好不好 此话一出 大家也是不敢相信 昔日里不够言笑的老干部 竟然还有低三下四的那一面 你们喜欢小海豚吗